當人家講積血很多時候是 他其實剛開始有一點出血 那出血後來吸收完之後 那個地方就有一個空間在那邊 有一個空間在那邊 所以有時候的確是到 很後面的時候才會症狀出現 所以老家有時候就會慢慢的 慢慢的怎麼人就 越來越情緒越來越淡漠這樣子 有時候其實就是 腦創傷的關係 其實講到這個血靈附身 其實我們在靈腸上 真的會看到一些 很奇怪很奇怪的症狀 有些不能解釋 我們就會 賣給腦膜炎 或是賣給精神病 可是有些是真的 真的可以解釋的 其實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十幾歲的男生 他進來的時候 他旁邊就跟著他太太 我就說怎麼了 就說先生你怎麼了 他就講說 我有些問題想要請教你 他覺得他聲音很低沉 我還稱讚他 我說你聲音很像潘岳雲 就還滿好聽的 就很低沉 他說沒有 我之前不是這樣 我那時候馬上幾滴就來 然後聲音突然變沙啞 在我的專科 我當然馬上就想到 講到先來一陣 就看他眼睛真的是 這邊的眼瞼好像 真的就比較低一點點 然後這個眼睛睜不開 一隻眼睛好像睜不開 另外一隻眼睛就真的很好 當然也沒有完全閉住 就是一半 我說你眼睛這樣是天生的 他說沒有 最近這幾個月 半年前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這個眼睛就好像 有點睜不開 然後後來也沒怎麼樣 覺得他好像隔幾天就會好 結果等了好幾個禮拜 也都沒有好 結果再隔了幾個禮拜之後 他開始聲音就開始有點變 可是他太太是在宮廟裡面 幫人家咚咚咚咚的 他太太就說 你這個就已經是 有人跑到你身體裡面去 要不然怎麼可能生意會變 就把他帶去他的宮廟裡面 就一直打他 說你給我出來 就是叫裡面那個給我出來 打了三四次喔 都沒有好 然後最後一次 他先生有點受不了說 都沒有好 你可以讓我去看醫生嗎 所以他就真的來看醫生了 因為那時候對我而言 你聲音撒咬我一定覺得 第一個我就感覺就是甲妝線 我就去摸拉甲妝線 摸了半天也沒有問題 我覺得好像都很正常 我就想說奇怪 他這個 那加我來有點胖 所以摸起來這邊有流汗 可是另外一邊 他好像沒什麼汗 就比較乾 我就問他說你有沒有抽菸 我說有喔 有點抽很兇 我說那照個一直逛好不好 結果一照嚇倒 他兩邊肺一顆一顆一大堆 他竟然是 他竟然是 他右邊的肺癌 壓到他的那個交感神經 所以照著他右邊的眼瞼 就有點下來 汗稍微少一點 他左邊也有肺癌 壓到他的反活神經 造成他聲音撒咬 所以我才說他被他太太 咚咚咚 多咚了半年 延遲了半年來看醫生 不過還好運氣還不錯 因為現在肺癌以後 第三代的標榜還有免疫治療 他去治療完之後 他現在生意已經恢復了 可是眼瞼還是沒有上癌 很多真真假假 其實我們的時候很難分辨 那像我之前有一個病例 就是一個阿嬤九十幾歲 其實他本來生意都還不錯 那其實他有一天 就是開始在睡覺的時候 半夜 他就突然聽到一些音樂 所以他唱歌的音樂 然後這些音樂都是他 年輕時候聽到的 很熟悉的音樂 那音樂好像就從那種 窗外這樣傳過來 那音樂每天晚上都會出現 然後後來不但音樂出現了 有一天晚上 他突然有聽到一個女生 在唱歌 他聽... 為什麼會有女生在唱歌 聽起來 這好熟悉的聲音 他感覺這是他媽媽在唱歌 給他聽 對 這個阿嬤 他其實從小 他五歲的時候 他父母就其實都過世 他很小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一直想要回憶 他媽媽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他都想不起來 可是他就很確定這個聲音 是媽媽唱歌給他聽 他連續聽了好幾個晚上 他覺得開始有點害怕 你知道嗎 覺得說是不是自己年紀太大了 不久於是他媽媽要來找他 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擔心 那他後來跟他家人講這件事情 還好他家人沒有叫他去公廟 去打電腦 對 他家人說 你還不去看一下醫生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就幫他做一系列檢查 就發現說 他腦波在孽葉的地方 在 在露電 就是那個地方在露電 那你知道聽覺區 跟我們旁邊有個叫 情感記憶的中樞 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們很多兒時的回憶 其實我們都忘記了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不是消失 他只是被掩蓋住而已 所以當他腦波有在放電的時候 會刺激 所以他就聽到他媽媽 小時候唱歌給他的那個聲音 那醫生就跟他講說 那既然是那個放電 那就好治療 我就可以開個那個 抗癲癇的藥 讓你那個放電就 可以緩解 吃完之後果然那個 後來晚上那個聲音就沒了 對 那吃了一個月 後來他回診 去看醫生 那看醫生 醫生說最近怎麼樣 他說不瞞醫生 因為我其實最近已經 兩個禮拜沒有吃藥 醫生說怎麼樣 是藥怎麼樣 不是 他想去媽媽 他就是說 他從小都想要知道媽媽 對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都沒辦法回憶出來 他好不容易可以聽到 媽媽的聲音 他會覺得心裡很安慰 很溫暖 所以他說 他既然知道說 這不是什麼鬼怪的事情 他會覺得說 聽那個聲音 晚上睡覺 他覺得特別溫暖這樣 好感人喔 對啊 你為什麼聽了 一直在發抖是嗎 沒有 剛聽那個有點毛了一下 那 有一天有一個年輕的女生 是外院打電話來 就是他們精神科 急性病房沒有床 我們剛好有床 所以他只是經過我們急診 然後到我們的身心科住院 那一來我們就聽到他了 病人就開始 你就聽到他嘶吼 然後就撞牆 一直在撞牆 我們趕快去把他約束 然後把他綁起來 我就看到他就一直在那邊嘶吼 然後眼睛 就是好像充滿了很多的恨 然後一直叫 然後那個束縛帶 都快要被他弄斷了那樣 那時候他家族就說 你們不要管他了 你們就趕快給我打鎮定計 辦住院就好了 這個他已經 已經把我們家搞得亂七八糟 烏煙瘴氣 他不想讀書 然後去酒店 然後在酒店又出事 然後後來又喝酒又吸毒 我們已經被他牽連了 已經受不了了 那時候我就說 可是你看他這裡都黑色 而且還有舊的 他在 他經過我的手裡 我覺得我還是要做電腦斷層 萬一他真的在這裡受傷 有腦出血的話 然後放到病房這樣很危險 所以我們把他打鎮定計 送到電腦斷層室 結果從電腦斷層 他們打電話叫我趕快看片子 結果他沒有因為外傷的出血 但是他有一個 他的腦癌就長在前耳 然後而且他的腦癌 旁邊還有星星的 好幾顆 小小顆的 然後最大那一顆正在冒血 所以他應該是很痛 所以他用這樣的表現 然後再來我們的耳葉的話 就是管我們的情緒 所以以前在古早的時代 還有建議說 是不是精神科的病人 你乾脆把這一塊挖掉 這一塊 那這個病人 他就是長在那邊 那所以我們全部的人 都錯怪他 那時候就趕快給他插管急救 然後找神經外科的醫生來 那家屬就 媽媽就在外面就 就覺得很抱歉 還一直把他當作是中邪 所以他媽媽原來從以前 就怪罪他 就後面也沒有辦法 好好的度過母女之情 結果他一插管治療之後 所以你沒有醫他 他還能夠去撞 你醫他就變婚名 所以你這比較好 對 可是我那時候 會覺得很難過 就是說他這麼多年來 被誤會是個孝 對 他不是 因為其實耳葉這個地方 是我們抑制 我們衝動的地方 我們很多社會行為 從小被培養到大 都是耳葉這個地方 它慢慢的越來越大之後 可以比較好的控制行為 所以當很多個性改變 有衝動控制困難 抑制困難的時候 你要考慮他有 可能腦部退化 腦部腫瘤 像失智症的病 很多也是會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看人家 很包裝就可以罵他 你耳葉也會理 對 對 女生 那我講一個 我以前在當年輕組織醫師的故事 就是我們年輕組織醫師 以前我要去急診室 收病人 因為我剛當組織醫師 病人不夠 所以有時候就要 要拜託急診室 收一些病人給我 這是我們心酸的 對 他們只有這個時候 對我們比較好 那時候我們就在 我們醫師醫生就很合約 拜託天醫師 那時候就是 最喜歡收的就是什麼 感染症 尤其是泌尿道感染 因為其實當臨床醫生 泌尿道感染 發燒住院很容易治療 因為大部分就是一些 很簡單的細菌 那我有一次就是 晚上的那個主治醫師 急診跟我很媽 就說這個好 這個才五六十歲 沒什麼身體疾病 感染症 就那個 然後就收給我了 那一開始打針都很好 打兩三天燒就退了 沒有事 那可是因為家屬工作很忙 就說不能照顧他媽媽了 然後就請了個看護來這樣 可是就很奇怪 換完看護 本來都控制得很好 而且他媽媽住院很有禮貌 結果換了看護以後 大概第二天 第三天 他媽媽就開始罵 然後我們護士要 三天要換一次針頭 因為打看護士要換針 換針頭 他就 就很誇張 還要叫警衛來這樣子 那我們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那一般到這種狀況 我們就想 他就意識改變 就是沾望 就是醫學名詞叫沾望 就是說 他可能臨床的狀況不好 比方說他生了一場大病 怎麼樣 他腦子亂了 所以他才會這樣 可是這個病人我們 治療得很好對不對 抗生素打 泌尿道感染都好了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那這個時候我就想說 我要把它 對 就這時候醫生就想要 把他賣給腦膜炎 就跟他說可能是 腦部有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我的住院醫師很積極 他聽到我講這個話 第二天就跟我說 學長 那個脊椎穿刺已經做完了 出來結果是正常的 我想說 給我兩天緩一緩也好吧 結果就是都查不出原因 那我也很頭痛 結果有一天晚上值班 被叫去醫院急坐胃鏡 因為有人出血 那我想這個病人狀況不好 我做完胃鏡 去樓上看他 就 找不到他 奇怪 完了 不會是意識改變跑去哪裡 我開始到處找 後來發現他看護把他推到樓下 然後就在外面吹風 然後他一個人坐在那裡 然後他看護就開始 一直在旁邊打電話這樣子 那我後來還聽到他看護 講...什麼小孩子家裡怎樣... 後來我才聯想 這個病人早上白天的時候 打人的時候 都會喊一個人的名字 結果這個人的名字 是現在看護在講 是他小孩的名字 我說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再仔細問就說 這個看護很懶惰 白天都不讓病人起床活動 然後病人泌尿要感染 要排尿也不幫他浮起來 他就一直臥床 結果到晚上這個看護 小孩下課回家 他就開始把他推到外面吹冷風 然後一直打電話 結果病人就 就錯亂了 後來整個意識就亂掉了 所以後來我們才偷偷跟家族說 你請的這個看護有問題 讓你媽媽整個日夜都顛倒 晚上不能睡 然後白天又不能好好受到照顧 所以才會這樣 所以後來就 就沒事了